中共和中国人这些概念请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我们也从来是不支持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我们更不支持中国的这个共产党 所以一定要tag down CCP 要解体中共 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的消亡 让中共 让中国的这个政权 这个毒恶的政权 这个世界的毒瘤 早日在世界上消亡 这样咱们全世界才能得到根本的和平 我叫斯里古论 来自内蒙古克尔庆地区 蒙古族 我已经反对中共政府 对蒙古族的民族文化灭绝政策 因为中共让我们蒙古族孩子们 从小就改为汉语 而不学蒙古语 这就是对蒙古族的迫害 对蒙古族的压迫 就是蒙古族的灭绝政策 今天是中共建政74周年 然后让我想到最近的一次灾难 就是卓州洪水 在卓州洪水爆发的时候 他们为了保证习近平的政绩 新建了雄安新区 肆意的那个 在不通知老百姓撤离的情况下 就把卓州和其他周边区区 变出的一个泄洪区 就造成了无辜百姓的死亡 然后跟以前每次灾难发生的一样 他们试图掩盖真相 不公布死亡名单 然后大肆的庆功 说这是他们的 他们多目在乎老百姓的安全 其实他们根本不在意 中共中国老百姓的安全 他们唯一在意的 就是他们的红色政权得以延续 我叫康家明 我来自上海 人外公去年因新冠感 无性病痴 可是他的实检报告 却得不到公正的检验 所以是以心理衰竭为止 我这次问题 是我今年来 我今次过来参加活动的原因 中共在数据方面的造假 这是人人皆 所以我对他们这种 草江人命这种事情 让我忍无可忍的地步